到了陈志忠接手之后 整个金流的拼图呢就断线了 陈志忠跟以前吴淑珍的做法 据邱毅来讲是不一样的 陈志忠就交给了这个理财的专员来进行 同时呢邱毅也说瑞士的账户资料都已经在特征组了 陈志忠即将要认罪 而陈志忠必须要扶手认罪的是 瑞士那方面的账户也已经到了特征组了 等特征组经过简单的分析以后 其实陈志忠必须要交代瑞士账户里面的来龙去脉 我可以很肯定的讲瑞士里面的很多的金额 都是来自美国 所以陈志忠为了交代瑞士 他就必须交代美国 而美国里面有很多的钱是来自日本 所以为了交代美国他就必须交代日本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所以陈志忠我不觉得他可以再推卸责任了 因为瑞士的账户已经到了特征组以后 陈志忠就必须交代流向 账户最重要是必须交代流向 大家记不记得 我那时候给大家看了蔡明哲香港的账户 因为有蔡明哲香港的账户 好 这是邱毅讲的说呢 瑞士的账户资料已经在特征组了 陈志忠呢恐怕不得不认罪了 美国方面日本方面也都非常的关心这个消息 当中美国呢 昨天AIT呢就开了一个记者会